新美市第十届有线电视精彩奖 二号晚上举行了颁奖典礼 大兴电有线电视获得了评审肯定 入围了三个奖项 包括了大兴电地方新闻 入围了最佳新闻节目奖 还有新闻生意点专题 同时也入围了最佳新闻专题 和最佳新闻采访 新美市有线电视精彩奖 迈入第十年 二号晚间举办颁奖典礼 今年一共有48件作品参赛 角逐9项大奖 新闻局局长蒋志伟表示 有线电视业者长期来 对地方上的记录报道和付出 纵使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仍然坚守岗位 制作了许多防疫节目 成为撑起新北市的重要力量 我有做了防疫的节目 让大家可以在家里面 就可以一起做运动 而且停课不停学 其实这些 大家可能平常自己可能没有感觉 可是其实累积下来 其实真的帮新北市 我们的民众 其实在生活上帮助非常大 在今年的精彩奖当中 大新店有线电视一共入围了三个奖项 分别是大新店地方新闻 入围最佳新闻节目奖 评审给予内容取材多元 提供丰富资讯 贴近民众新生的肯定 另外大新店有线电视 也以新闻深一点专题 入围最佳新闻专题奖 以及赵文琪 陈振平同时入围的最佳新闻采访奖 评语中提到 新闻深一点从不同面向和角度 报导新冠肺炎对民众的影响 完整记录表现值得赞许 国高中以下学校都延后开学两个星期 就在此时 各个学校的防疫工作早就动起来 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颁奖典礼时提到 非常感谢有线电视在有线的资源下 报导制作多元的新闻和节目 让新北市的转变可以让市民朋友了解 整个报导不管是在 无约环境 风味 公安 治安 其实很多的议题带动新北市 所有的往前走的最大力量 所以我非常感恩 有线电视对新北市的奉献 未来新北市在203年 整个工程的推动 以及社会关怀这个方面 还有带有线电视给我们满满的支持 鼓励鞭策 让新北市未来会更好 大新店有线电视表示 身为在地媒体 未来会继续深耕地方 关注社区投入公益 发扬在地特色文化 带领民众透过优质的节目与报导 认识新北市这块土地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